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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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菲莉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 比眼睛所能见到的更加多 全心节是在 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 经常记着说 耶和华的使者 再敬畏他的人四为安迎 搭救他们 今天的信息是 上帝帮助患难中的我们 你想不想得起 你有没有什么人 或事是你特别害怕的呢? 可能是一些噪音 可能是自己一个人 或是一些情境令你害怕 在今天的圣经故事里面 伊丽莎的仆人很害怕 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找原因吧 伊丽莎和阿兰国在交战 而上帝是帮助伊丽莎的 每当阿兰王计划要攻打 伊丽莎的时候 上帝都会告诉伊丽莎 然后伊丽莎便提醒伊丽莎 今天不要去东边 因为阿兰人埋伏在那边 果然阿兰王就像伊丽莎说的那样 埋伏在那边 这样的事一次又一次发生 阿兰王觉得很生气 到底哪一个是伊丽莎的间谍? 他很生气地骂将军 只有一位将军知道真相 他说 阿兰王很生气地问 你们快去找出他的下落 然后捉他回来 报信的人回来了 他说伊丽莎住在多丹 那我们就打到他多丹 我们要铲除这个讨厌的人 国王这样宣布 他就派了他的战士 去捉这个孤军作战的先知 阿兰王确训他们可以捉到伊丽莎 他们觉得他们一定可以打败以色列 这样的想法真是笨 伊丽莎根本就不是间谍 是全资的上帝保护他的子民 早上第一个起床的是伊丽莎的仆人 他见到很大支阿兰军队在这座城周围摘营 他见到很多战马很多战车 他见到妙妙升起的阳光 照在盔甲上面闪闪发光 我们应该怎么办 他大哭 伊丽莎的仆人真的很害怕 他一时间不记得上帝是站在哪一边 但伊丽莎他没有忘记 和我们同在的比和他们同在的更加多 伊丽莎和仆人解释 伊丽莎就求上帝打开仆人的眼睛 当他再看出去的时候 他见到其他的军队 他见到城山都是 着火的战车和战马围着他们 原来这一队是上帝的军队 他的军队不会被任何不好的事 发生在伊丽莎和他的仆人身上 伊丽莎再次祈祷 主啊,求你令这些人眼睛分花 上帝就照着伊丽莎的祈祷 令到全队军队眼睛分花 伊丽莎走出城外 他直接走向那个盲眼的将军 就说 这条不是你要走的路啊 你们跟着我吧 我带你们去见你们想找的那个人 伊丽莎就带着这一帮盲眼的军队 去到以色列王那里 上帝打开了士兵的眼睛 他们发现原来自己被困在以色列的首都里面 以色列王就问 我应不应该杀了他们呢? 不好 伊丽莎考虑到上帝的恩典就这样搭王了 让他们吃饱之后,让他们回家吧 以色列王也跟着这样做 上帝令到军队盲了眼 又以恩典和一顿美食去到征服了敌人 上帝在患难中帮助了伊丽莎 他都一定会在患难中帮助你 因为他非常的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